王醫生 請問 其實什麼叫做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其實是一個沒有的功能 失去了某一種功能 特別在認知方面 我們叫做認知障礙 其實有很多原因 有兩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亞視認知障礙症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腦血管病 以前就說 兩個是分開的 現在發現兩個很大的機會都是重疊了 所以表達上都是一個認知障礙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現在我們都知道 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齡有關係 將來香港人或者所有亞洲人 越來越年紀老化 我們都知道將來 例如香港很快 由09年到未來的2、30年 可能人數超過3倍 到30多萬左右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這個認知障礙症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可以幫到病者 讓他們可以早點得到治療和有些預防的方法 其實有什麼注意的呢 大家都知道有些少少沒有記性 那是不是認知障礙呢 其實未必一定的 來不來 記不起這條車時放在哪 或者記不起某一張文件放在哪 這些不是認知障礙症的 那一般認知障礙症呢 大約有六成的病人 是因為沒有什麼記性而開始發現的 通常這些病人就會持續性地沒有記性的 不是說過別的 例如可能一個星期幾次三次 都重複地做同一樣東西都是沒有記性的 那就要擔心一點點 那反而有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情緒轉變呢 也都可能一個認知障礙症的一種病徵來的 很多時候 例如他的情緒轉變 例如覺得不開心 或者失去他的專注力 或者對周圍的事物 人物 沒有什麼興趣 而漸漸令到他對周圍的環境 或者是他的社交場合都影響到的話 那這個就一定要好好地注意 那一般來說 我們醫生都會做一些檢查 例如和病人聊一下 拿一下病史 看看有沒有其他病 到最後可能都要做一些檢查 例如一些素描 例如磁力共振素描 或者正電子素描 都可以很有效地幫醫生 檢定是否認知障礙症 問一下 認知障礙症